我 我要你帮我办一件事 把柴小妾的家庭背景 还有关于她的一切 都给我查出来 我没事了 先走了 站住 你以为 一只宠物就能糊弄我了 原来 你都发现了呀 那你没有看见 我是怎么进来的 或者说发现什么 其他奇怪的地方 别装了 你是趁我不在的时候 偷溜进来的 我真没想到 你连一只宠物都能利用 我都说了那只是意外 要不是我控制不了我自己 我会在你约会的时候 跑进来吗 我倒是想问你呢 你没有我的钥匙 你怎么进我家的 你到底用的什么手段 你打算纠缠我到什么时候 谁纠缠你了 谁纠缠你了 我要是想纠缠你 我直接把你绑起来 扔床上 直接动手不就好了吗 我至于这么麻烦吗 反正我不会再来找你了 我走了 你以为我家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吗 你干嘛呢 放开我 你不就是想要这样 我成全 不要 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以后再也不会让你看着我 你别这样你别这样 我错了我错了对不起 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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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小七 小七你怎么了 是不是受伤了 为什么我一见到他 我的超能力就不受控制了呢 这么一想 好像前几次也跟他有关 什么意思啊 你是不是每次出问题 不是有人跟你提发冷 就是你们见面 你说 会不会是他让你紊乱的 不可能啊 他一个地球人 怎么能控制得到我 不是他控制你 是你控制不了你自己 你没发现 你已经越来越在乎他了吗 不行不行 我必须把他忘了 这两天有点事 可能去不了公司了 那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儿子 烈儿 妈 您进来怎么不敲门啊 哪那么多事啊 刚才给谁打电话呢 小七找我请假 最近不来公司了 那他们俩分手了 那他是不是心情不好啊 估计是吧 妈 您之前也应该试过脸吧 您都是怎么治好的 瞎说什么呢 不过妈告诉你啊 不管他们俩怎么弄 你都不准掺和 听到没有 妈 小七是我朋友 我帮他怎么了 再说 您可之前答应过我 不会为难我哥跟小七的 您可别反悔 当然不会了 不过听你的意思是 他们俩真的闹翻了 算是吧 怎么了 怎么了 没什么呀 对了 妈煲了你再也喝的汤 赶紧收拾收拾 下来喝汤啊 怎么说一半就没了呢 我们继续 我们我们今天 我做柄 可以上车 我们下车